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在电影院买票看到 两位男神女神为了影片也是基本没怎么休息 都处于满血工作状态 电影虽然离上映还有几个月时间 但网络上把影视版和电视剧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比了个遍 从造型到出演主角一一进行了对比 网友们各执一言 各说各的好 当然我觉得在影片即将上映的期间 随时保持作品的话题热度也是有一定的好处 话说在放出预告片中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白浅跳猪仙台的片段 相比电视剧中的猪仙台只是一口井 电影版的猪仙台气势磅礴 还原了小说中连神仙都怕的猪仙台的原貌 还原的同时缺少了电视剧中速速跳猪仙台的绝望和凄美 对于刘亦菲杨幂跳猪仙台谁更虐心这种问题 有网友表示 我想说跳猪仙台那一幕衣服造型来说 还是杨幂的好看一点吧 杨幂跳猪仙台的这种心情 这种对爱人的绝望 当时看电视就感受的想哭 最后哭得不能自已 总之就是看到电视剧版这段还是忍不住流眼泪 电影版却无感 还有网友表示 之所以会觉得影版不如剧版 时长是个问题 电视剧可以把整部小说拍出来 甚至可以多加一些情节 看着比较丰满 影版却因为时长原因会被删减得很骨感 影版可能在特效上好过剧版 不管是影版还是剧版 都会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各自选择就好了 没必要喷来喷去的 胖妞只能说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 影版是注重特效华丽 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剧版是更注重人物情节和感情 就胖妞个人而言 比较喜欢剧版 不太喜欢影版故意炫技 因为看这部小说 是被他俩的感情所吸引 而不是那些特效 在预告片的最后 无数个孔明灯向天空飞去 小阿黎闭言许愿 我愿四海之内五虎封灯 而刘亦菲则说出了那句 我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胖妞觉得杨幂赵又廷的三生三世 会给影版带来很大压力 影版要想成功突出实在太难 何以生肖默 微微一笑这些 都是败给了剧版 不知杨阳刘亦菲 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